妳知道我的爸爸 他很好笑 他在...他跑那個... 就是老師來家庭做家庭訪問的時候 我爸爸...我爸爸是外省老處 我的孩子 沒有問題 不怪 有什麼問題 你就打 老師 你准你打 對 授權給老師 所以我在學校裡面 我沒有一天是沒有被打 從那一天開始之後 因為我對於那個體罰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... 對 我沒有辦法 我完全是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那時候是被老師打到 真的是頭暈腦脹 那時候上人就問他說 郭居士 太太做公佈 有時候就是說 有時候晚上在電台 在那裡整個沒回來 不知道會影響你的生活 後來他就跟上人講一句話說 師父他如果開心就好了 結果上人馬上轉頭告訴我 他說 你要知道喔 你先生是比你比較有收 對 這一句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他的文筆本身就很好嘛 因為他的文筆本身就很好嘛 對 他從在學生時代啊 然後他文筆他會去投稿幹嘛的 他本身在這一方面 他就是非常有才能 非常有才華 那想不到他交上去的時候 居然被師父說你不用行 我覺得那感覺就像導演給我那句話 好 我們重來好不好 整場重來 我就覺得那個狀況是很雷同的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不要因為就是久了 然後其實有時候再多用一點心 讓自己在工作上 或在做任何的事情上 我想那會更好